我們今天 跟體育署問得很清楚 大家想要申請紓困的 如果你是運動的產業 你可以找這個網站 它裡面寫得很清楚 運動產業紓困專區 這個是政府的體育署的網站 你可以從裡面看你要申請什麼東西 這個是懶人包 你去裡面按就可以申請了 在這裡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從業人員的話 你可以 運動產業從業人員的話 你可以往上去找這個資訊 那如果是說 如果是說你是建工的教練 或是你朋友是建工的教練 非常不幸 有個消息 因為我昨天問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是 老先生在那邊講兩種情形 如果說你是 你是跟建工配合 如果你採的方式是 就我所知應該是這種方式 也許有其他的方式 我不懂 因為我不是建工的老闆 那我能幫各位 運動教練 能幫各位教練做的事情 我在這邊先講 我已經跟 體育署聯絡過了 這樣是 很清楚的 就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說 如果你是自己開公司跟建工簽約 因為建工當時要求你們自己去開一間公司 那如果你公司不足五人 不足五人 就是你自己看可能都不足 可能我就是兩三個教練或是一個教練 如果你是這樣的企業社的話呢 那非常抱歉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政府 這一次 我覺得啦 沒有去做到的 那這個也很難 去證明 如果你今天你是企業社 你是小公司的話 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一樣還是可以申請補助 就補助你的公司 那 落差非常大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落差非常大 那就是只有一萬塊 因為是補貼你公司嘛 那就剩一萬塊補助 因為你是五人以下公司 那如果你是單純只簽承籃 跟簽這些所謂的雇傭 是跟他們公司簽的話 這樣就可以申請四萬 以個人教練 的名目去申請四萬塊 所以 如果你在建工簽 的是 簽的是 這個所謂的 公司 跟公司 我相信大部分建工教練應該都是公司對公司 他非常抱歉 那館長盡力了 就是剩一萬塊 你們去申請的話就是剩一萬塊 就是那麼一萬塊 那如果你是雇傭的話 那就是可以申請四萬塊 可以申請四萬塊 所以我 我已經幫大家問得非常清楚了 都問得非常清楚 那現在 如果你是有養老師的話 那也可以申請 也可以申請 也是四萬塊 那如果你是有養老師要有聘僱的 這些 薪資轉證 或是薪資證明 那就是代表說 你是可以做 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最正常的 像我們陳吉思汗 是有健保 有勞保登記的話 那 交由你的老闆 也就是我本人 譬如講以我企業為 為示範 譬如講說你是 就是你們老闆不申請 或是公司 沒有資格 大部分 公司都有資格 如果做運動業的話 公司都有資格 那 如果說 你是薪菌的員工 基本上應該都是可以拿到這四萬塊 除非 你的公司 沒有108年的財報 或是109年的財報 或是說你公司根本沒有虧損 就沒有辦法列舉 那如果是說 如果是說你現在 建工的員工 你申請公司對公司 無法補助 只有一萬塊 如果你是薪菌的老闆 薪菌的員工 薪菌的老闆必須幫你申請這四萬塊 如果兩家公司 都沒有幫你做 那你都拿不到 那館長都做完了 這幾天就要撥錢了 我的員工這幾天就會拿到錢 只有台中館 因為台中館比較新開 要等到七月份才能拿 我先跟 陳吉思案的員工講喔 師傅你把你弄好了 這幾天錢就會下來 然後先發五間場館的錢 那台中館的員工你不要急 因為台中館是新開的店 所以他列舉 他要調七月份的 所以要等七月份 差不多七月中你會拿到錢 差不多七月中你會拿到錢 七月中 那如果是五月到值的話 是完全沒有的申請 因為這是政府的規定 五月到值的話是無法申請任何的 補助 新到值人員 新掛建勞保人員 我相信連別的行業通通都是一樣 你任何的行業 你這一次 你這一次如果是 如果是新到值的員工 比如講說他五月中 那五月十五號 那五月十五號 你五月初報到的都不算 五月初報到的員工通通都不能算 那如果你現在想要掃QR Code 我想給你掃 他有一個QR Code掃碼 來大家看我的螢幕 沒關係我都幫你做 其實他這邊都有 你下他的報表之後呢 他這邊都有一個 很完善的很詳細的一個 基準 給你看 那如果說 你如果說 他上面的審核規定都會有寫 那最好就是說因為這些東西 不是給你員工申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401或403 這個都是國稅報表 405 營業稅核定報表 還有這個都是老闆幫你辦 你沒有這些東西你就不能辦 所以麻煩各位如果你是健身行業 如果你的老闆有給你補件老保 麻煩而且不是五月入職的 麻煩你跟你老闆講 這個時候老闆很重要 他必須幫你申請這個東西 他必須申請 你才有4萬塊可以拿 因為你看上面的文件都不是你們一般人拿得到的 401 403 405 那裡面就是國稅 營收 營收報表 稅額報表 跟營業稅報表 那 他裡面的東西你自己看 全部都沒有辦法 全部都沒有辦法 那從業人員呢 我剛講的嘛 從業人員如果你是承攬的話就用這一個來申請 看到沒有 申請文件簽合 從業人員 尤昂老師就走這一個 承攬條約就是走這一個 如果你是承攬的話 你有簽承攬字的話 你就是走這一個 但是如果你是公司對公司就像我講建工的那種方式企業社對企業社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那這邊也有寫得很清楚 一雇佣關係 如果你是雇佣或承攬 上個面是講承攬嘛 這條是講承攬嘛 然後下面就是講雇佣 兩個東西都是一樣 他有教你 然後經常性薪資 也是就是像尤昂老師 像你承攬雇佣 他就有經常性薪資 那接下來講到這一點 事業單位雇佣員工未滿五人 並無成立 勞保事業單位 大部分的你們就適用這一條 你跟建工如果是用 公司對公司的話 你就是適用這一條 那這個就是一萬塊而已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你們 這次就是最適合用建工 你們公司對公司就在這裡 事業單位雇佣員工未滿五人 就是你是很小的公司 然後跟建工簽約 然後也沒有 你一定不可能有勞健保嘛 因為你要多繳稅 多繳費用嘛 所以你就是 你要有員工清澈 然後轉到證明 那如果你沒有 那就不好辦了 那真的難辦 如果你是教練 你是教練 或是有用老師 無論是怎麼樣的教練 麻煩你掃一下 你掃一下你用手機看清楚 你到底適合哪一項 然後現在他們要修正 要修正一個叫做公讀生條例 也就是館長一直跟大家 不斷不斷的 想說我有幫大家講 那現在他們也要做 他們也知道這個蠻嚴重 很多人在反應了 大家管理在跟他們講 一個最重要的叫做公讀生 那目前為止呢 大家只能 靜待這個消息 他到底要給公讀生怎麼樣的一個補貼 那公讀生補貼呢 他們現在在研議 還沒有出來 所以你現在申請不到 那不代表未來申請不到 我們只能祈求上倉 讓這些立法委員 能苦名所苦 我在這邊講 他在研議 他在研議